政府表明會在今年內檢討兩元乘車優惠計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在北京出席兩會時接受我們專訪 他說計劃經過社會討論 與立法會審批撥款 是一個社會共識 現在優化計劃是政府負責任的表現 但未必需要作大改動 至於長車短搭的問題 他建議政府可以參考易通行 在上下車時自動感應 達致分段收費 避免政府浪費補貼